今天我跟王小姐 我们仔细翻阅了一遍 庄书的验尸报告 除了自然之外 也没发现任何其他的头绪 会不会是火盆里的火火 见到身上了 你没有看到当时的情况 那火 几乎是一瞬间就燃遍了全世界 而且 我好像还闻到了一股怪味 什么怪味 闻起来 很像大蒜的味道 伯母 伯母 喝点水吧 没事吧 没事 谢谢啊 伯母 有些事情 我一直想问您 请不请就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眼镜与点点栏目 您的对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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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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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在这儿待着 我出去看看 小玥 小玥 你怎么了 小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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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小玥 小玥 你不要有事啊 小玥 小玥 你们还愣着干吗 还不过去叫医生 优优 小玥 你坚持一下 小玥 优优 小玥 他走了 你坚持一下 小玥 优优 小玥 小玥 能干什么 优优 她已经走了 她去看大夫 优优 你不能这样啊 你要冷静一点 小玥已经死了 你这么做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是啊 优优 小玥她没死 她没事 我带她去看大夫 优优 优优 你们让开 优优 让开 优优 你冷静点 你冷静点 听见没有 文元 你别这样 你千万别这样啊 伯母 小玥 小玥 伯母 伯母 行夫人 伯母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行夫人 行夫人 伯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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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叔的御言 下一刻 是庄叔的御言 庄叔 庄叔 这就是庄叔的御言 行夫人 伯母 伯母 行夫人 伯母 伯母 姐姐 赶紧扶伯母回屋休息 好 好 好 小玥 是哥不好 是哥没有照顾好你 文元 你要清醒了 哥说了要保护你的 小玥 都是哥的错 你也不希望这样的 怎么样 伯叔 我出去追了一大圈 没发现任何一个人 皇上 皇上这个人 还不是从外边进来的 好 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 咱们赶紧想想对策 文元 文元 小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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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对不起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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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恶怜的小玥 娘对不起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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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元 这屋里头 除了发现一条 没有毒的蛇以外 小玥的身上 就这么一个致命的刀口 刀口很深 而且皮和肉粘连得很少 那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凶手是一个用刀能手 普通人是不能准确地 将匕首刺入对方心脏的 要做到一刀毙命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个凶手居然在我们眼皮底下 把杀害小玥并全身而退 真是不可思议啊 究竟是谁 谁会这么残忍 是谁要这样对待我们刑家 是日本人 他们先杀了我爹 又逼死的装束 现在又是小玥 他们就是要一步一步 把我逼成孤家寡人 他们就是要看着我这么痛苦 不 这不太像日本人所为 日本人想杀刑家人 用不着绕这么大的弯子 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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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老爷死在自己的书房里 装束自然而亡 小玥又死得这么蹊跷 不得了 好 有人 上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出了一下 王小姐 开门见山吧 你究竟是什么人 是谁指使你来的 你在说什么呀 你什么意思 从你到了我们新家之后 我们家就一直灾祸不断 我的意思已经很明白了 你的意思是说我是灾星 还是你根本就想说 杀死你们家人的凶手是我 小妹死的时候 你在干吗 我在休息 有什么人可以证明吗 没有 就我一个人 那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你有什么证据说是我杀的 小妹 你没有 你根本不知道 你也不想怎么去知道 行文元 我告诉你 就是因为你这样的性格 凶手才在我们的眼皮底下 一个接一个地杀人 你想让我走 好 我绝对不会留下来爱你的眼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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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洪台长 你看这 看来是刚挖的 这土还新鲜着呢 这应该不是一个人干的吧 好些人哪 你的天哪 你会发生这样的事 对 那一路 你真是过世子 在最底络的我们就在其他的 张牙 大人 任何人 订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щоб Meg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知道是受什么人指使吗 不知道 看起来 倒像是一个毛贼 他还没进牧师呢 就被我们打跑了 到底是什么人派过去的呢 太郡 我还有一个重大的发现 重大发现 还有什么 师兄 当时我想说 你没让我说呀 愿闻其详 什么 在我们到达之前 已经有人去过了 你说什么 就那个墓穴 在我们到达之前 已经被人破坏过了 墙上 还隐约写着什么 血上血肠 看那样子有十几二十年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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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水 上水 好的 这种感觉 对上水 给你还需要 我们在简单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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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快会找到这儿来 温远 徐老板说得对 换个地方吧 要不搬到我的保沁斋后院吧 那儿清景可以暂时避一避 不行 徐老板 保沁斋就在日本人眼皮子底下 那儿出的事跑都来不及 要不去我那儿住吧 你那儿 对 目前看来我那是最合适的地方 我那栋房子是一个德国人的财产 而且我叔叔在德国也有一定的势力 想必日本人 是不敢随便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捣乱的 温远啊 李小姐说得对 太原恐怕只有她那儿比较安全了 除非 你离开太原 一作了之 我肯定不会离开太原 我也不会去你那儿 不去 你有更好的地方去吗 我为什么要离开太原 我行文远从小到大 我在太原找到我怕过谁 我为什么要去一个女人家里寄人篱下 我为什么要去德国人待的地方 行文远 你横着走那是以前的事情 你那一帮狐朋狗友 有一个出来帮你的吗 你再看看现在 现在站在你身边的这几个人 我们都是你的朋友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逞英雄 讲什么大男子主义 岳叔姐说得对 你就是一头蠢驴 怎么了 不服气啊 我告诉你 你去不去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是担心伯母的安全 好 我都在来 这是你 还包括我 我都是小孩子 所以是我的 我一直都在这儿 还没想到 你 你 你知道吗 cocktail 咋 我 诚 和 你 小姐回来了 快点 小姐回来了 六哥 去把车子里的箱子拿一下 好 丽雅 扶夫人进去 小姐 来 慢点啊 夫人 把那个签拿进去 把箱子都拿进去啊 放心吧 文远 白天的事情 还请你原谅了 如果让我抓住他我就 把他拿进去 长官 什么事 人我已经打他 我可以打他 我还要看 我还可以打他 给了我 我还可以打他 叫他 我还可以打他 我还可以打我 我还 кан 他 我还能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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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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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急了也会跳墙啊 当心双龙的事情最后泡汤啊 如果有人为了私人恩怨 不顾全大局 滥杀无辜 破坏我双龙之事 我上山清张 也可以杀几个人 大局已定 你只能在这个区域里活动 出了这个区域 整盘起 马上就结束了 不知道师爷下一步的计划如何 可别忘了 我们是有时间约定的 有地出动 要安排 伯母已经睡了 我吩咐了两个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肯定没事的 我 团长早 团长早 红探长 早上好 王小姐 不是你 你现在住哪儿啊 我 王小姐 文远这孩子啊 他就是这个脾气 你别往心里去 他也没什么恶意 劳您费心了 我现在住在城里的客栈里 挺好的 好 至于行文远 不提他也罢了 是 洪探长 我今天找您 是有事要麻烦您 别这么说 王小姐 你有什么事 你尽管吩咐 我洪某一定会尽力而为 那就先谢谢您了 不客气 我想 我想看一下 刑家前几宗命案的案卷资料 我看看就行 这个 这恐怕是有些问题啊 因为案卷 都是由专人负责保管的 如果不是办案人员 或者是当事人 都很难接触到这种案卷的 我知道 可是洪探长 我请求您 一定要帮我这个忙 我不想不明不白的 背上犯罪嫌疑人的骂名 别人要是怀疑我 那我就得自己 为自己洗脱罪名啊 洪探长 王小姐 那你就先到我办公室 稍作片刻 你得让我想想办法 谢谢您 洪探长 谢谢啊 谢谢 三儿 三儿 这不是探长吗 今天是哪股风 把您吹到我这里来了 一天到晚那瞎忙 不是这儿杀人了 就是那儿劫舍了 本来就忙不过来 那现在 现在这日本人 又出来祸害百姓 今天是好不容易清闲点 什么不让远走 就出来溜达溜达 可不是吗 我还行啊 我每天呢 就在这里整理整理档案就行了 你们可不行 好 说不准啊 哪天就给你们弄出点事情来 弄得你们是鸡飞果跳的 你们这些探长啊 可真是劳碌命 干得比谁都多 而且啊 还担惊受怕的 兄弟啊 这个我倒不在乎 你说这也就是个混饭吃呗 干什么不是干的 不过我觉得干这行倒不错 你说你给老百姓破了案 老百姓给你带个红花 祭你的好 什么时候再来一个包卿天在世 现在就是可怕的 就是这个规矩老变 你国君有国君的规矩 到了日本人这儿 又变了 他把这杀人不叫杀人 还在你眼皮子底下杀 你得装着没看见 窝囊 可不是吗 要不怎么说啊 咱们真的是连狗都不如 老百姓现在正戳着咱们的 你尽量给我骂他嘛 嘘 少声点 好烟啊 来来来 要不就说啊 这烟哪 它就是个好东西 让你快乐似神仙啊 兄弟喜欢 那 都拿去 你这这肉怎么好意思呢 拿着 那 是是是 你高烟 你还多大事 来来来 董萧二次 哥弄着了 再给你几个 那 我就确实不公了 说句心里话 在这警署里啊这么多探长 就属你洪老哥为人最好了 老想着我们这些 鸡脚嘎啦的兄弟们呢 这不是老哥以后 还得让兄弟们给我帮忙吗 是是是 是不是 对了 那个 刑家那三宗命案的 那个卷宗还在你这儿吗 借借借 借借借 借个借借 行 我给你找找找 给 这样啊 你看完之后呢 赶紧给我送回来 我呢 就不给你登记了 那是 那是 拿着 你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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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行 行 喝酒 喝酒 好好好 好好好 够走了 好 再见 不但私带卷宗 给无关人员看 还擅自允许随意记录 这事儿要是被人逮着了 那可是要吃苦头喽 黄探长 今天真的是太感谢您了 喝点水 您 您冷靠下 这件事情 我一定会保密的 好 不 麻烦了